全力衝刺 直出標槍 賽前練習 國手鄭兆村信心滿滿 誓言一定要替台灣留下金牌 目標是金牌 金牌 要把金牌留下 對 台灣 一戰成名 鄭兆村最想感謝的 其實是兩個月前剛剛過世的阿嬤 金牌國手當初練田徑 家人一片反對聲浪 只有阿嬤始終如一支持著他 在去押井賽的時候 因為觸發那一天是阿嬤出兵的職業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到他押井賽 應該也沒有辦法比得很好 可是他也算是不錯了 小學打哨棒 國中練短跑 後來被教練發現潛力 轉戰標槍 讓鄭兆村一舉在16歲時 打破全國田徑錦標賽紀錄 成為紀錄保持人 但接下來的日子 他飽受傷病之苦 對啊 受過兩次傷 看他的比賽起起落落 看了那麼久 昨天真的太興奮 太高興了 拿出各大報 看著兒子登上頭版 老父親滿臉驕傲 因為鄭兆村這一面金牌 真的來之不易 2012年他在宿舍炸薯餅 引起火災 要去滅火時打翻油鍋 燙傷住院一個多禮拜 錯失當年奧運參賽機會 2016年韌帶受傷 直到今年2月才正式投入訓練 四年折服雖然充滿波折 卻激起鄭兆村的鬥志 自己咬著牙就是撐過去 不會說回來跟家裡束縛之類 本來是說安慰我們 就讓你走 走這一條體育 這條艱辛的路 體育這一條艱辛的道路 就是鄭兆村生命的全部 而世大運的金牌 就是上天給他最公平的回報 記者劉志展許志成桃園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